那之前那個被拍到有幫你樂舞公 是 那這個看起來他們好像認識很久 對 因為我跟 就是我跟姚國珍嘛 我跟他其實 就是我們都是因為劇組認識嘛 然後其實我們劇組很長 因為大家工作時間很長 所以很常就是會大家感情就會很好這樣子 所以會約出去吃飯啊 或是去互相家裡做客啊 住在人其實都是很 其實都是很常會發生的事情這樣子 然後 短短 短短其實跟他也沒有特別要好 就是 他跟每一個人都這樣子 今天 換作是你的話應該也有辦法這樣 但是我比較 我比較在意的是 那個 就是 短短好像在吃食物上面 他不會只有我給的他才吃 這樣子 我一直吃醋這件事 所以你自己對他也有占有 非常多 就我也希望他 對於食物啊 或對於某些東西 是只有我才可以的 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配給你 他這樣啊 因為像上禮拜 你剛有提到 對 上禮拜周開會不會讓人覺得要拉開距離嗎 不會啊 我們還是一樣約吃飯去喝咖啡 那種很平常 或是真的太平常了 只是他不會打球 因為他打球 過年 我今年過年就是跟家人 我們不會出去玩 因為覺得疫情有點危險 所以我們最後就決定把原本訂好的房間取消 然後再加大家一起吃的團圓飯 我原本要去 好像肯定肯定 因為就是有訂那種Villa式的那種飯店 可以讓短短在前面跑這樣子 又是短短 現在會不會 那如果被拍到練型的話 你會前面嗎 我會啊 那如果被粉絲認出來想要合照 我也會 因為我之前 其實我之前就有說 我覺得粉絲如果能夠在哪一個街口 或是哪一個餐店裡面遇到我 然後我們能夠一起合個照 也算是很當下的一個記憶吧 那戀情也是啊 我也是人 然後 也有 就是 我也拍了一個關於愛情的電影 我覺得 喜歡誰 或是 被誰喜歡 本來就可以很大聲地講 所以你就不會想要說 比如說低調一點 怕會見關係這樣子 就我 因為我在感情裡面 本來就不是一個很 喜歡大視訊 說我在談戀愛這樣 但是 就是我覺得 今天如果有人問 或是我正在 進行的話 我會 我會說 我很喜歡 因為我連 就是 我連對我喜歡的人 我都沒辦法 給出這樣的承諾 那他怎麼 有辦法 給我他的心 這樣 對啊 所以現在誕生 我現在誕生 所以有 可進展的 對象 真的沒有 我現在真的沒有 沒有 所以需要時間才能進展 但他現在沒時間 所以 所以鳳梅姐可以嗎 沒有啊 可進展對象 鳳梅姐 所以大概單身多久了 我單身 兩年 兩年多 我初戀嗎 你 你指的初戀要怎麼定義 因為 因為我 國小的時候 我就有 我就有 因為 打賭書 所以去偷籤一個女生的手 然後 後來他在 就是後來這個女生好像 就是我們會 互相寫信給彼此 這樣子 可是那時候就是沒有 那時候就只是小時候 兩小時候 我們在 玩在一起很開心 那初吻 初吻 初吻 國中 國中 國中吧 國中 對 國中 喔 我記得了 我的初吻 也是 也是因為 賭 賭書了 就是我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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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我跟 我跟我女朋友 然後 那時候 我們 你知道 小情侶就是會 刻意的說 我們來賭 誰成績比較好 誰成績比較不好 我跟我女朋友 那 成績不好的 就要懲罰 要請另外一個人 那這樣子 不管怎麼樣 都一定會親 另外一個人是誰 黃中 也不用故意 我本來就成績 你 不比他差 他會建議有跟粉絲 敬禮嗎 什麼 跟粉絲合 有什麼會敬禮嗎 你說跟粉絲交往嗎 就很難講到 我夫妻都是這樣做 要 遇到的人 對 你知道 我沒有 我沒有排除 所以如果你喜歡的女生 短短不喜歡的話 怎麼辦 呵 你是不是咬她 這真的像你的問題 之類的 短短不喜歡 對 就想辦法讓她喜歡 對啊 短短其實很好擄過 短短 抱歉 那如果女生不喜歡狗怎麼辦 如果女方不喜歡狗 我沒有 我 就不會喜歡她了嗎 就是 你喜歡女生 不愛狗 我可能會 我會事前先告訴她說 我是有狗的人 這樣子 那如果幫你遛狗 會假的什麼 我覺得一起遛狗比較假 對 那因為你工作比較忙 就是她就說 那我可以在你忙的時候 我幫你遛狗 對 這樣子的狀態有加分 我會 我反而會更 想得更清楚 就是我怕她只是現在這樣子講 你知道嗎 就是 她可能會 她可能會說 我現在要幫你遛狗 然後等你真的 真的在一起 比較久一段時間 就說 你都在忙沒有時間遛狗 然後都是我在幫你遛狗 所以如果真的一直默默在幫你遛狗 那會當然會加分 因為她一忙 她也會把狗托給我 也會把狗托給他們 這個 那有可能從遛狗的朋友裡面 發展出感情 目前沒有時間 遛狗的朋友 所以才從身邊的人 沒有啦 身邊的人 我覺得身邊的人 對啊 這個太難了 死會了 身邊的人都死 那個初戀的對象有像什麼 蛤 初戀的對象 對 有像哪個女明星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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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她 她就是 呃 長髮 然後捲髮 就有一點 有一點捲髮 然後 她是中分 很仔細吧 然後眼睛蠻大的 因為我喜歡比較有自信的女生 她屬於很有自信的女生 所以剛才那幾個條件就是 你將來會喜歡的對象 我其實 沒有特定 一定要怎麼樣 的特徵我才會喜歡 我覺得 就是 最主要是跟她相處 那時候那個女生也是 也是因為她個性非常好 所以我才 那這樣如果有另外一半 她不會覺得你洗臉很奇怪 你說用沐浴乳嗎 對啊 沒有 那時候很小 那時候 國中 長大之後就開始 又洗臉 這樣子 剛剛有提到 多用媽媽的保養品 有沒有 談一下這個 偷用的經驗 偷用的經驗嗎 因為我 我媽媽很喜歡 把保養品 放在 呃 應該說每個人都這樣 就是她會放在廁所的 旁邊的 流理台的櫃子 然後我 我小時候就是一個 好奇寶寶 所以我很喜歡去翻她的櫃子 然後看有什麼東西 然後去讀後面的那個使用方法 然後就看到就是面膜這種 東西可以直接貼在臉上了 然後會變得很 很水嫩 然後她又寫說什麼 有精華液 好像可以 就是 就是有些面膜上面會寫說 你可以 重生 然後可以讓你的皮膚變亮白 這樣子 所以我就自己在那邊試貼了一下 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還不懂面膜 所以我 我記得我第一次貼的時候 我就是 貼上去之後 然後我 我一直這樣子翻開 然後看 翻開看有沒有變亮白 這樣子 那現在一個月要花多少錢 在短短身上 就是保養品 短短啊 你說我的狗短短 對對 還是有別人叫短短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 呃 一個月要花多少錢 等等 其實短短的 其實短短的 其實短短是蠻孝順的 他 他蠻省吃鹼的那種 但是 但是因為他的破壞力很強 所以他很喜歡把 我給他的玩具 或是玩偶 任意的 咬爛這樣子 他平均一天就可以咬爛一隻娃娃 所以 所以我 我花最多幾錢 在他身上應該是買很多娃娃給他咬 但是我已經找到解套方法 所以我買一隻 他 他身長兩三倍大的一個娃娃 就他怎麼甩都甩不動 然後他只能分 分部位咬 這樣子 他家沒有很孝順的啊 他一直到底花錢 可是就是 小狗狗他喜歡娃娃 就買給他娃娃可以拿 很便宜 那你現在身價也漲了 那有沒有在他身上花比較 可以花比較多錢 好啦 我最近有給他 我最近有給他 買那個 自動餵食器 這是我以前 絕對不可能買給他 因為我覺得太奢侈 就是我 餵東西我就自己餵就好了 還有什麼自動 還可以定食的那種 很貴嗎 好玩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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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到那麼貴 其實幾千塊而已 但是 那時候在養 就是在養短短的過程當中 就覺得 那個錢也蠻貴的這樣 那為什麼突然想買 因為 短短的生日其實跟我同一天 對 然後去年他生日的時候 前年他生日的時候 我幫他準備了一個狗蛋糕 但是我給他的時候 他就很快的就吃完這樣 所以到隔一年的時候 就是去年的時候 那時候他生日的時候 我剛好不在海中 所以是我爸陪他過來 然後我爸就有說他 我也叫我爸幫他準備一個蛋糕 然後聽說他吃完這個蛋糕之後 他就一直看門口 然後我就覺得一直 就是我覺得 他是個很聰明的小狗狗這樣 我覺得他一定知道說 我沒有辦法過 這樣子 所以我就想要買一個東西送他 他會幫你選擇朋友嗎 就是如果 我覺得不太對的朋友 會養他之類的 其實會 有你朋友 但他沒有辦法親近的那種 他每一個人都會親近 就是他不怕神 但是他會去偷咬他不喜歡的人 有誰被養 我妹 哈哈 就是他會 他會趁 他會趁就是 他不注意的時候 然後偷偷過去 用頭這樣撞他 或是偷偷咬他褲腳這樣 剛剛有說 那女粉絲也可以六個 所以女粉絲也是安全的嗎 安全的 就是 因為你不是說那個 那個 你剛剛都台上有講 那個女粉絲 喔 如果你起床的話 對 喔 我覺得短短會吃醋耶 我記得他是蠻愛吃醋 我記得我媽要抱我 什麼 他會去咬我 他蠻 他蠻 因為我們都試著做 比較 比較 讚有欲比較強 所以他有曾經就是 你跟哪一個朋友出去 他吃醋 就是帶他一個朋友出去的時候 有 只有 就是在 因為我在家裡啊 做客的時候 然後他會 他會有點吃醋 結果我們都沒有把目光 放在他身上 這樣子 所以他會特別親近啦 會不會 他不會 他其實對我 每一個朋友 他都是非常 非常 非常友善 他有咬過你的朋友嗎 就是交往對象 他有咬過他嗎 那時候還沒有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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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